月里派出所的远警宋国林日前受理了一起单车失窃案件 而他在休假的时候要搭火车回家 在车站月台上他眼睛的发现有一名也在等车的男子 他身上服装特征和单车窃嫌相同 因此他上前询问 单车窃嫌眼看事迹败露 最后只好乖乖就范 前几日才刚受理民众报案指出 停放在火车站旁的脚踏车召窃 积极侦办的女警宋国林隔一日休假准备搭火车回高雄 在月台上发现一起等车的男子相当眼熟 于是上前询问果不其然 本所远警休假前往玉里火车站搭乘火车 在月台等车时 发现一名男子穿着特征与行窃当天监视器画面相符 于是马上向前确认 立即通报警力到场侦办 本案一窃盗罪嫌将陈嫌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休假仍不忘抓窃嫌的女警宋国林 限职预理派出所远警 警察专科学校适时期毕业 从警不到一年工作积极认真 能迅速掌握嫌犯特征许述破案 然后搭火车然后走到月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老翁就很艳熟 然后就发现他的穿着特征都符合我这个案件的电视器划明了 然后所以就上前勘查身份 啊随后因为火车快要来了 所以就马上打电话急 他就送给谁打怪机 声音甜美 长相清秀的宋国林 平时落实生耕下去工作 这一次休假碰上窃嫌也不放过 而全案也亦窃到最嫌 还送花莲地检署正办 记者是越南林郡台湾报道 对于是越南林郡台湾报道